谷谷要上学吗 谷谷 谷谷 干什么你叫谷谷 魏明 她根本就不让我接孩子 还逼我签什么离婚协议说 她早就出轨了 你冷静一点啊 她出轨的对象就是黄家宜 你说什么呢 我跟嘉宜我们上海级关系 这赛特各位都知道啊 你不要在这儿编故事撒谎了 走 回吧 我撒不撒谎 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我们最近一直在一起 你还逼着我离婚的 孩子黄家宜 看我孩子黄家宜 你俩疯了 这个年龄的艺术家 一般都喜欢卡通主义 和浮华主义 宋一格却选择立于流行之外 忠于自我的情感 他的画里很少有人 即便是有人的加入 他也总是喜欢表现得很抽象 就像是有意加入金银的副主品 这就是对画面的控制 魏姐 宋老师 魏总 怎么今天魏太还是没有来啊 这自从上次 魏太在斯诺克场上 一名金人以后 可就再也没露过面了 是不是魏太太过优秀 魏总舍不得让人抛头露面 魏总 管得太紧了 周末嘛 我太太要带着孩子去培训班 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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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姐 怎么会才来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萧总 魏总 宋老师 你好 我总是听我爸爸提起您 她是黄总的女儿 嗯 哎 送我上 行 我们帮你帮我 来 走 杰斯 杉姐 你这最近气色不太好呀 是不是在魏总手底下工作太累了 有吗 大家都一样 没什么累不累的 我听说你还担着呢 正好我有个朋友他也担着 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我 王浩 喂 王浩也是美国回来的 有CIA的高材生 你们肯定有共同话题的 魏总 怎么了 想让你给嘉怡放个假 让他们年轻的人多交流交流 这种小事还要请示我 我们公司一向尊重员工自己的意愿 是不是嘉怡 那这不就妥了吗 今天最重要的时刻快到了啊 来 大家移服到这儿来 请 大家都知道今天的主角就是宋一格老师 宋老师要不要跟男人说两句话 谢谢各位的盗篮 谢谢各位的盗篮 就这样 哦 哎 你看 这六个人啊 有男有女手挽着手 而且还穿着非常华丽的睡衣 而且你看啊 他们人手一支气球 似乎是不想让你看到他脸上的表情 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 衣着都特别地光鲜和体面 特别是这种手拿气球遮面的行为 我觉得特别像一个心照不宣的游戏 我看不一定吧 画座上的人 有着心照不宣的亲密 也有着不约而同的疏离 他们乔装打扮之后 坦然相见 就像在座的某些人一样 卫泰 卫泰 卫总还讲你带孩子去培训班了呢 卓越斯 你往旁边坐坐 这个位置还是留给卫泰 卫泰 没关系 这个位子本来也不舒服 他喜欢就让他坐吧 老婆 你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 你来也没提前告诉我呀 宋老师 这位是我太太林霜 她对艺术品的欣赏 不是很了解 说出的话不太合适 还请您多多包涵 没关系 她说得挺好的 不过我有一点倒是很好奇啊 那些手拿气球的人 他在气球背后 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嘴里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啊 我不可能再让我女儿 跟你这种不负责任的妈 带在一起 我见果果 包括果果的保养权 你想都别想 我见果果 我们离婚吧 离婚 老婆 今天在座 这都是头面人物啊 我们说话得注意分寸 我们的行为 你得体面一点 头面人物 下作起来可不体面 我凭什么体面 画家是用艺术讽刺现实 但我不想这么拐弯抹角的 我就是想把这种丑陋 曝光在光天华日之下 老婆 果果要上你晕班了 冬老师 微姐 在座各位我们先走了啊 不好意思 谁 果果要上学吗 果果 要什么 干什么你这样叫果果 魏明 她根本就不让我接孩子 还比我签什么离婚协议说 她早就出轨了 你冷静一点啊 她出轨的对象就是黄家宜 你说什么呢 我跟家宜我们上下级关系 这在座各位都知道啊 你不要在这儿编故事撒谎了 走 回吧 我撒不撒谎 你自己心里没事吗 你们最近一直在一起 你还逼着我离婚的 你还还得还我 你还还得还我 你还得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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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得还我对你有什么好处 雷鸣 你别太过分了 什么情况 等一下 再没事了 好 谢谢 行 不好意思 遇见 遇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了 嗯 其实今天去花诊之前啊 我给自己做了好久的心理建设 结果今天一到现场 我抨击她的话想都不用想 全都冒出来 我现在算是理解 那些当街首次渣男小三的人了 虽然说不文雅吧 但是太解气了 那些负面情绪一下子全都出来了 太爽 你呀 这终极一战的气势是足足的 但是你这技巧还得再练练啊 不是说好了吗 君子动口不动手 还把自己伤成这样 怎么大门没关啊 我就知道你们俩还没吃东西呢 所以特意给你们打包了好吃的 手怎么了 魏明干的 还能试谁啊 挨过许一个麻雀 挨过许一个麻雀 送我她 不用你去伸张正义了 林双一战成名 把自己打成了网红 手撕魏明和黄佳怡的事情 现在已经上了热搜 现在魏明 已经当场射死现场了 她现在待在外面比在派出所见了 哎 姐 你 你听说了吗 魏总酒会那天带别人去的 我听说了 但你小点什么 什么怎么多人呢 你这是前台 全听你在这儿玩了 莫不其然吧 你让人拍了吧 你对那天酒会 就要死也去了 我知道 我记得魏总老婆也去了 这不 这不闹开了吗 老天 上去跟着东西了 我怎么也在这儿 快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这边 不要了 背上来 真的 这么亮了 怎么这样啊 我跟你说 她就在那里头 现在舆论都怎么说啊 我不会做任何回复的 别人怎么说 我无所谓 怎么办 网上却是骂我的帖子 我连我妈的电话都不敢接 我特别能理解 你现在的感受 有我在 所有的事情 我都会统统地处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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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民们就是三分钟热度 能有了新的热点 你想想 我们的事情是还会记得 我都会统统地处理好 时间会抹掉一切啊 其实我跟林霜 已经分居很久了 我们就是因为 有一些离婚协议上的条件 没有达成一致 所以一直没有签署 正式的离婚协议 本来嘛 都是家务事 我没想到林霜 会采取这样过激的举动 她发起风脸简直不可理喻 为了多争取一点东西 她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 人吧总是贪的 有的人贪钱 有的人千丝忘义 不过昨天 还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底线啊 美姐说得没错 对那些人 都想起来 我相信我 还在里面 外国的经验 正是有损的 我相信我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对我还得到 他相信你 希望你为鉴 你例えば 你得到 资讯 还是得到 我老师 你得到 你做好心理准备 林总 我们专业这边呢 也会尽快出一系列的新闻稿 表明公司立场 安抚公众情绪 密切关注于晴 为了减少对公司名誉的伤害 魏总 你还是尽快处理一下 你自己的个人问题吧 有个小建议 孩子的抚养权 是不是可以归他妈妈 毕竟你这边还没有离婚 但是已经有新的家庭了 以后孩子肯定不成问题的 林总 你怎么看 晴云 借到江西生活费 十三万三千七百元 一年零五个月房租 四万五千元 租房网赔偿金 四十万整 共计五十七万八千七百元 另外 江西替江海洗衣服做饭 江西牺牲学习时间 接送江海上学 放学 江西捡江海用剩下的书包 笔袋 不想吃的零食 共计二十三年 江海欠江喜的 是难以计算的乌家 姐 过去的二十三年 我的人生 是从你这儿偷来的 以后 我会努力把偷走的人生 统统还给你 不管你是否在信任我 以后 我想成为为你遮风挡雨的人 你别动手 你手还没有好利落呢 没关系 提外伤了 就差不多了 我就是知道你的手不能沾水 所以才替你点个餐 如果是点外卖 我自己也是可以的 我这是普通的外卖了 你看看哪个网站 能够点到米其林两星的外卖 我的意思是说 我自己能做的事情 就不那么兴师动众地劳烦你了 让你给我当外卖小哥 我心里怪贵也不去了 丁双同学 你是独立女性 可不是独身女性 请不要拒绝善意的帮助 好 来 来 那行 那顾许同学 你没什么事 那你都坐下来就一起吃吧 反正你点的也都是两份 我都当了半天外卖小哥了 还不能蹭顿饭啊 可以 谢谢 我能看看吗 我能看看吗 本来就是让人家戳脊梁谷的事情 现在弄得人人都知道 你们不要做人 我和你爸爸还要做人呢 我知道 我现在不管怎么道歉 你二位都不会原谅我 那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现在能做的 就是尽可能地善后 我已经找到专业的PR 公司的声明 和个人的声明我都已经拟好了 相信发布之后 会平息一部分舆论 另外 我马上离婚 我和佳怡会尽快结婚 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她 爸 您倒是说句话呀 你给我听着 你给我听着 日后 你敢对佳怡有半点不好 我绝不会饶了你 这 declined じゃあ你发现 我找个人 你照顾我 可不可以 我对你 你不想起意 你容易 你当我 就给他做了吧 一个人肯定是不行 但是目前 没什么长远的规划 走一步算一步吧 走一步算一步 这可真不是你的风格 我是什么风格 想好了方向 就全力以赴制作目标 规划性和信念感都极强 作为支持 我可以给你的P3投点钱 为什么 就因为这个草稿纸 你就投资 你是什么霸道总裁上身了 还是前途了没地方花 我是对你的人品和能力 有了充分的了解 并且有了足够的信心的 前提条件下做出的判断 而且作为投资人 我是要讲究回报的 又不是做慈善事业 那你既然了解我 我也想让你给我一点空间 说实话 这些年的生活 把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都磨得七七八八了 盘石跟无P1 多多少少 都有你的友情援助 当然了 我特别感激你 不过现在 我需要一个机会 可以证明我自己 如果你作为我的土豪朋友 只是盲目地砸钱支持的话 那我对自己的能力 肯定也会抱有怀疑 你要是真想支持的话 就多来点这种土豪外卖吧 那我就紫罪 那我就先从头位你开始吧 那我就先从头位你开始吧 郑南 林女士 你们夫妻之间的 共同财产是三百万 魏先生愿意支付一百五十万 但会以 分期支付的方式兑现 林女士对孩子抚养权的问题 非常坚持 另外 夫妻共同财产 并没有将海外资产计算在里 对于海外部分的执行和确认 是非常困难的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 林女士有权 委托当地律师事务所介入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不排除在海外 直接对你提及诉讼 这个第四条里面的第一款 第二款和第四条 我决定 我要小苹果的抚养权 财善方面 我同意你的要求 这是我的底线 如果你不同意的话 咱们就上法庭 我奉陪到底 行 就按照你说的办 今天就提交材料 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之后 咱们民政局见 请找到一下 跟我来一下 一百五十万 你太便宜的了 她的这些灰色收入不要也罢 她的未来 会有无数个机关算金的反噬 但我的未来 还得步履轻盈地向前走 哥哥 我就把它 把离婚要来 把离婚的这爸爸 你是不是我 Burns 他 你是不是不要我的 那你去哪里了 不 flu 你为什么要你打我的 妈 妈 妈 我理谈你了 你 你 你 是 妈妈 以后我们两个再也不分开了好吗 妈妈 迟到 快迟到 妈妈 上学 妈 妈妈 今天好漂亮呀 因为今天是妈妈的新生日啊 新生日比生日还要久了吗 生日呢 是妈妈来到那世界的那一天 那是外婆替妈妈选的 但是今天是妈妈自己选的 是我认清自己 认清世界的那一天 快上学 上学也迟到了 好 我要上学校 天天都迟到 没想到啊 这次还是迟到了 不管迟到走到 今天都是最后一次了 走吧 你好 你好 请问办理什么业务 我办理离婚 那边可以取票 谢谢啊 不客气 也是在那边办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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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 还得等一会儿呢 来 来 吃汤吃汤 沾沾洗气 沾沾洗气啊 沾沾洗气 沾沾洗气 来 天真 吃汤吃汤 都是大喜日子 沾沾洗气 不好意思 您搞错了 我们是来离婚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关系 等一下 给我一个吧 这结婚呢 是找到可以共度一辈子的人 当然值得高兴 离婚呢 是要离开不舒服的婚姻状态 同样也是好事一撞 谢谢你们啊 那 先生 您也拿一个 不行 幸福划到 谢谢 知道 知道 沾沾洗气 沾沾洗气 4005号 3号回台办 两位办好了 2号回只差不多 谢谢 噐 那我失败了 这 является 最后见惩了 达到现在去 离婚 你灭了 会把一个我们送过 再够'? 你、 fle working 人生嘛 怎么可能事事都顺风顺水呢 而且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 如果没有这十几年的洗礼 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我 连自己来离婚的礼貌 都没有吗 正好去买东西 顺路 未明 你啊 从现在开始 咱们俩就是陌路人了 那些恶毒的话 在离婚消耗站中都已经说完了 从今往后 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 咱们就一别两宽 我 我 就算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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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不知道 我刚才出门了 领导把我临时叫住聊两句 他现在过来路上比较堵 老婆 我向你保证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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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老婆 我 抱歉 我还不是呢 我走了 哎哎哎哎 先说反悔就反悔 错过了 今天就 日子就没了 不行了 不理了 走了 别闹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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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除去一滩狗血 满地鸡毛 对于婚姻 其实有件事情 我一直都弄错 婚姻不是雪中送炭 没有一个人 可以把人生的全部砝码 压在另一个人身上 没有人可以永远 把婚姻当成避风港 如果你没法独立 就应当先学会独立 如果你没有安全感 就应当学会 自己给自己安全感 婚姻并不是 解决问题的方法 它本身就是 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婚姻应当是锦上添花 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 从来就只有我们自己 我们死定了 那边看 我们死定了 再一次 我独立了 我们死定了 也不是 我独立了 以后 我独立了 不然 即可 我们死定了 妈妈 以后我们两个再也不分开了好吗 嗯 永远不分开 姑姑啊 可是爸爸和妈妈分开了 我知道的 爸爸跟妈妈分开呢 是我们俩自己的原因 跟姑姑没有任何关系 以后爸爸只是不住在这个房子里了 但是爸爸依然是姑姑的爸爸 以后有爸爸有爸爸自己的家 姑姑和妈妈也有自己的家 姑姑啊 嗯 你会难过吗 嗯 以后家里没有爸爸了 现在不是原来得及 不过妈妈说过的 不能委屈 可以取悦别人 对不起啊 姑姑 那 妈妈离开爸爸之后 嗯 会开心吗 嗯 以后啊 妈妈 会做回妈妈自己 然后去寻找真正的幸福 那我送给你 那是什么啊 真是故事 应该换了一下皮肠 只想做错的事 用照顾的橡皮肠一擦 就统统消失了 只要顶着对了 就会幸福开心的 我会替妈妈开心 注意我的不开心吗 我妈妈先画下画 擦擦擦擦擦擦 通通擦完 嗯 来 您往这儿走 小心担心啊 按照您的要求啊 我觉得这间非常合适 这里之前是个酒吧 改造一下的话 可能要费点小工夫 您看这儿 咱们做一会议室 这光线多好啊 嗯 这儿还有一个小院啊 对啊 来 您再朝这边看啊 您看 这儿 这大的方方的 咱们做一办公区 这关键的好处啊 就在于价格便宜 非常适合啊 您这种创业开公司 嗯 嗯 挺好的 哎 那您那公司 常住员工大概有多少 需要多少工位呢 哦 现阶段的话 大概三四个工位就够了 三四个工位怎么够啊 李尚姐 你好 李尚姐 李尚姐 你们 姐 你走了之后 我就离职了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再给我一个机会 我一定不会再犯错了 对 我们都从潘石离职了 现在处于失业中 不知道你的新公司 愿没收留我们 那当然愿意了 不过 你看我这儿 现在什么都没有 而且 我启动资金 一共也就五十万 新公司有你就够了呀 对啊 大家看重的 是林双姐你这个人 自从上一次 你帮爱琴顶过之后 我们就一致认为 你一定会是一个好老板 对 再说 也不至于收留那么惨吧 毕竟我们的业务能力 还是很强的 关于薪资 你完全不用担心 我们都商量好了 想作为新公司的主创团队 来支持你 对 我看保险局间 至少还得在家四五个工位 喂 我是老板还是是老板 按他说的办法 好嘞 真的 真的 我就会书放在那种书架里 因为他把书放在那几个书架里 有点事情 是 有点东西 这书放在那我书架里什么 行 开晴 坐 股总 咖啡给大家分一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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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总 那个凌双在里面呢 好 去看看 好 凌亿 出来喝咖啡了 来了 顾总好 怎么样 当上霸道总裁的感觉如何 就别笑话我了 你怎么来了 路过 还是上我这儿体验生活了 来 体验体验 什么叫路过 我是专门来关怀一下 前同事们的 走 我还想问问你呢 外面这些人 都是你弄来的 其实我就是跟他们说了一下 你正在做的事情 但决定还是他们自己决定的 谢谢 其实吧 我本来想 一个人先把公司做起来 这成了呢 让你们都看看 只要不成吧 也不丢人 这一下 我压力还有点大了 压力越大 动力越大嘛 对吧 这公司现在已经 算是出局出情了 那你业务上有什么想法吗 我想把批三做出来 把方舟的单子再重新拿回来 其实你的团队已经基于方舟的产品做了大量的功课 其实你的团队已经基于方舟的产品做了大量的功课 而企业理念在行业里也是比较先进的 即便 咖啡 谢谢 谢谢 对 即便方舟要求这么苛刻 但是你们的算法逻辑上 也是最接近方舟的要求 方舟那边的消息 我帮你打探着 不过你那个公司注册上面 你还是最好注意一点 不要让文明知道 批三是你开发的 不然 他不会错过风暴思绸的好机会 这个我想办法 对了 新公司叫什么名字呀 我想叫他小盈 输赢的盈啊 苍蝇的盈 盈的意思呢 是吃很少 但是繁殖很快的虫子 每一只盈啊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自建一个家族宇宙 你摆着此盈 它只需要十字十二代的繁衍 它繁殖的总量 就能超过两万亿一只 所以 我想让 我公司的迭代速度 和量产能力 也可以这样 可以像小盈一样 实现快速裂变 拥有超强的适应力 和旺盛的生命力 对 好 好 既然你最近已经完成了 两件人生大事 不如 晚上我请客 请大家好好地喝一顿 干杯 干杯 冯月 你好 今天晚上的酒随便点啊 我们今天 所有的酒 都寄在顾总章上 行 我这什么好酒也都有啊 你们想喝什么啊 好好好 想喝什么点啊 这个 用普世的眼光来看 离婚肯定是 人生当中一大不幸 但是咱们回头想一想 能离开一个不适合的人 一段不适合的关系 其实是一件好事情 而且啊 做出离婚的决定 比做出结婚的决定 要难多了 从做决定 到最后结束关系 这中间简直是一场 身心俱疲的战争 所以啊 来 离婚 离婚快乐 离婚快乐 好喝啊 好喝啊 这个 你们俩究竟要喝到几点 就这个 你在给妈妈发微信吗 嗯 我问她怎么还不回来呢 现在才八点多 妈妈和江姐阿姨 你难道轻松一次 不要总是骚扰她们 不是啊 你妈妈跟江姐阿姨 答应跟我一起去 喝酒庆祝了 现在变成了她们俩庆祝 我在家里边带你 这有点不太对啊 顾叔叔 难道你不喜欢 和谷哥一起玩吗 没有 没有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等一下 你要干什么 我已经准备 试试给人化妆了 不不不不 这个这个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别别别别 不不不不 魏总 您的咖啡 谢谢谢谢谢谢 辛苦了 笑什么呢 笑什么呢 别一个人笑啊 说出来 分享分享 好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嗯 什么秘密 我怀孕了 怎么不开心啊 怎么 不开心啊 开心 你这太突然了 你搞得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你怀孕的事情前三个月 可不能再跟任何人说了 这很重要 嗯 还有公司你就别去了 我替你请假 什么嘛 这还什么反应都没有呢 我肯定要去上班的 要是你不愿意 我回方舟 我就重新找件事做 让我在家当家庭妇女 不可能的 行 都听你的 都听你的 你现在是最大的 但有一个要求 千万不能逞强 你是我们家重点保护对象 嗯 嗯 嗯 喂 妈妈 双双 你不在家吗 我跟你爸 我们两个人在家没事干 所以说想过来 是 双双 我跟你妈妈在家 没什么事情 我就想着到你这儿 住两天老杨妈妈 有人想我了吧 也不好意思承认啊 你个女儿最近 不刚恢复单身嘛 也需要一点 家庭的温暖 那个房间密码 我发在手机上了 好 那妈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老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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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老公 咱们马上就要举行婚礼了 你下午下班早点回来 陪我去看看酒店婚宴吧 没问题啊 最近这些事情啊 好像都卡在点上了 什么事啊 林双之前给我设定了 一个月的期限 撕破脸让我同意她的要求 她好像算准了 我们这边拖不住 我也不知道呀 又不是我告诉她的 对了 咱们上次在楼梯间吵架 我离开的时候看到了江喜 江喜 嗯 不过那个时候 你早就走了 她应该没发现什么 不说这些了 这次咱们闹成这样 害得我爸妈那么生气 婚礼呢 一定要办得盛大体面 让他们晚婚点脸面 啊 你想在哪儿办啊 曼华丽和夕月阁 你选一个吧 上次荣达许总儿子的婚宴 你也去了 派生怎么样也不能输给他 许总 人家上市公司大了后半啊 这婚礼不是给咱俩办的 是给皇家办的 咱们恋爱已经谈得躲躲藏藏了 婚礼要是再不风风光光的 以后要一辈子给人看笑话的 面子当然重要了 佳怡 我们俩以后的生活更重要啊 还有啊 你父母家我们结了婚之后 我是不可能过去住的 临江路那里新开了两个楼盘 有时间咱俩去跳一趟 那俩楼盘很贵的 我答应过你 给你很好的生活 可是我经济状况现在不允许 你什么意思啊 你离婚 你前期不是没分走你多少钱吗 他是没分到多少钱 可是买房子 不是一件小事情 要需要一大笔钱的 要不 先从你父母那儿借一部分 你怎么想的呀 我们结婚我爸妈本来就不同意 结果你 还要找他们借钱 老公 我相信你 你可以的 好 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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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小莹的生日 是她来到这世界的第一天 我觉得跟养育孩子差不多吧 孩子 健康 聪明 固然重要 但是我认为 我们更应该注重她性格上的培养 那对应在经营上 她应该是一家公司的企业文化 浪漫 我希望小莹可以以浪漫 作为自己的企业文化 因为我是一名女性嘛 在一众以男性为主导 以务实为企业文化的 互联网公司当中 找到小莹独特的定位 技术我认为是服务于生活的 我希望小莹 她可以拥有女性那种浪漫细致的一面 将想象变成现实 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 用浪漫和温暖 去包裹科技的冰冷 将先进的技术 转化为用户最天心的朋友 这次小莹即将开发的算法 就是一款 针对女性用户的革新算法 为了更好地了解用户需求 我希望大家可以根据用户画像 去多了解女性 将用户体验 转化为实际改计算法的意见 早上开发的解决 哇 來來來 是吧 來來看看 健碩 來看看 這些都是什麼 我这 这些都是你从小学到大学 所有的荣誉证书 你结婚以后就搬走了 这些东西 都是我跟你妈 从你打包的垃圾当中 一张一张地找回来收好的 你爸爸说了 还要像你小时候一样 把这些证书啊全都摆出了 对 我的天哪 这是什么 小学大嫂熟标冰 必须是标标 你们也不怕来人看着笑吗 我们就是想让人知道 我们的女儿多么能干 多么优秀 冯儿啊 其实啊 从某种意义上 还要感谢卫明呢 要不是她选择放手啊 怎么能把我们这么好的女儿 又还给我们呀 仔细看看 虽说这些都是你以前的荣誉 以后呢 放下包房 青壮前见 我相信啊 你还会有更多的荣誉 你永远是我跟你妈妈的骄傲 你安心工作 孩子呀你就别担心了 有我跟你爸呢 对 有我们呢 我们是前世作孽 现世报呀 怎么遇到你这么一个来讨债的 我和你爸爸 老早牛皮就吹出去了 说儿子孝顺我们 要接我们去住大别墅了 你三表哥说 等我们别墅买好了 我们老房子就租给他住 现在好了 别说影子都没有见到啊 你就把那个钱 直接拿去给小焦买房子去了 我真是白仰你了 白仰你了 真是白仰你了 好了好了好了 不是 明明 反正这个老房子我跟你妈 是没脸去住了 事情没你们想那么严重啊 人家皇家嫁女儿 讲牌面应该的吧 那我现在手头紧 把房子的钱挪一下 那等我们结婚了以后 不就是一家人了吗 那房子换来换去的 到最后不都是咱们的吗 也对啊 那就下点血本 反正以后都是明明的嘛 对吧 我跟佳怡结婚 我们两个总得有婚房吧 那别墅的事情 我们可以往后放一放吗 没说不买 你等我以后手头宽裕了 我答应你们二位 一定买一个 比别墅档次还高的 其实我早就看上了一套 那个楼盘比别墅贵多了 明明啊 我听说啊 你说的这个楼盘 说窗户一推开 就可以直接看到CBD是吧 没错 什么CBD啊 CBD你也不懂的 你懂呀 我也不懂 你们的这个产品设计 跌得直观就不够欧本 也不够性感 知道我要什么吗 我希望所有的姑娘们 一打开这个小程序 看到模特 穿着我们雅达的服饰 就有一种购买的 不好意思 比如像江小姐 这么漂亮的姑娘 如果你能穿上 我们雅达的服饰 行走在街上 你知道什么效果吗 那就是一道 礼物动的风景线 林董 您说的我都记下来了 林董 我是在抱歉是这样的 我公司呢临时点急事 我现在必须马上 赶回去处理 这样 江喜 你留下来 跟林董继续对接 好 那我就先失败了 好好好 您请 林董 您这边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可以继续 我问题多了 来来来来 坐坐坐 哎呀 刚才我们聊到哪儿了 阿姨 叔叔 都在呢 爸妈一直等你呢 我跟佳姨有一个好消息 让佳姨给你们宣布 我怀孕了 我怀孕了 哎呦 哎呦 金啊 哎呦 我要有孙子了 我要有孙子了 那是天大的喜事啊 来来来来 快快快坐坐坐 灵灵 快坐快坐 快坐快坐 快坐快坐呀 快坐快坐呀 老头子 嗯 我们明天赶紧地收拾收拾 就搬过来 我们保证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 不用了 医生说我要静养 生活起居方面 我把家里用的灌的张妈 叫过来就好了 哎 外人哪有我这个 我这个奶奶照顾得仔细啊 绝对不能让我大孙子受委气 受委气 张妈有营养师资格证的 而且我的习惯她都熟悉 真的不用麻烦你了 哎不麻烦不麻烦的 我们马上都是一家人了 哎呦 提前三世同堂 哎三世同堂哦 三世同堂 我也累了 卫明 嗯 你早点送爸妈回去休息吧 哦 哎 哎 小心点 小心点哦 妈 你要佳怡休息吧 咱喝一杯吧 哎 喝一杯 来 喂了孙子 咖啡 首先 你们公司就没教你 就餐的礼仪吗 比如 这个餐巾应该怎么铺啊 你先去哪儿 你不想吃了 你不想吃了 我 等你去哪儿 你这儿个人 你不想吃了 就吃了 你吃了 你吃了 你啊 脑子有味蜜 你教我礼仪 我教你做人 咱们礼尚往来 礼尚上往来 你看你穿成这个样子 一看就有什么 不正经的好东西 把裙子穿那么紧 你不是给男人看见吗你 裙子长短 我自己做主 那是我的自由 我穿裙子就是不正经 你们脑子黄色才是不正经 像你这么不尊重女性的 还想得到女性用户的认可 你做梦吧你 想要靠一个应用户 就挽回业绩 你们公司有像你这样的领导 简直就是悲哀了 蜡子 你俩干吗 我去我是偷醉 早晚开 是他动手动脚在先的 酒桌上嘛 大家都喝点酒 开些无声代表的玩笑 不是很正常吗 那不叫开玩笑 那是性骚扰 你严重了吧 之前的客户不都是你吃吃喝谈来的吗 为什么之前可以 偏偏这次不行 那是你的问题啊 忍让不代表可以妥协 吃吃饭喝喝酒 那属于正常的工作社交 如果你要让员工配合你搞这种小动作 那说明企业文化严重有问题 如果违背了个人意愿 那叫犯罪 客户愿意和方舟交流 那是因为我们方舟的产品过瘾 客户愿意和我交流 那说明我专业不是因为别的 江西姐 你对你自己是不是有误解啊 在我看来你的专业 不就是你这样的脸吗 其他的我没看出来 雅达这边 是要继续推进和方舟的合作的 前提是对你进行开除处理 你的事情已经要是置顾了 回去等结果 你现在在方舟已经被边缘化了 这次又出了这样的事 不如索性辞职出来吧 不行 方舟我是要离开的 但不是现在 批三现在还需要方舟 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忙 但至少 我可以帮你打探一些消息嘛 那我就替乔赢的兄弟姐妹们 谢谢你了 不过你也别太勉强了自己 顾旭已经表态了 磐石现在正在招聘 你可以去试试 应聘磐石 我自己几斤几两 我还是知道的 你怎么对自己 这么没有自信呢 自信不是靠嘴巴说的 我确实没有什么拿得出手 又过瘾的本事 那你就从今天开始 认真提升自己 努力是不会被辜负的 只要你肯付出 你多多少少 是会有一定的回报的 你就好比说我吧 离开职场这么多年了 现在不还是照样有效应啊 所以说 规模还没有楼下餐馆大了 规模再小 你自己是老板 你不像我 我就是一个打工的 出了这个门 我去哪儿工作我都不知道 我去哪儿工作 人事不约我 想要去谈话